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哥老師 今天我就要講一下這本書 叫做《圖解天文小百科》 今天我們是講天文 根據我的規定 我每一個實況 起碼都會講三個 三頁 首先我們就講了一個 最重要的一點 銀河系 這個就是我們身處的系 然後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介紹 這裡呢 他說天上有一條 上發光的賀流 古代時候人家稱它為銀河 我們現在就稱為銀河系 所以隨著時代的發展 我們的名字都會越來越不同 這樣呢 它是我們看到銀河幣的部分 就是這個圖 就是一個銀河系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個銀河 是很大 我們是永遠都探索不完的 這樣呢 它的外表呢 它的斜面 看下去呢 就好像一個中間股 在來的大圓盤 中間部分呢 是那個行星的密集區 就是我們那些 我們的地球才處理的 那銀河系呢 是有2000億 行星 還有大量的星團、星雲 還有各種類型的星際氣體 還有星際塵胺造成的 那我們都是在這個 派陽系裡面 其實銀河系 真的包括了很多的 你要講的 我都不知道要講到什麼時候 如果做好一點的比喻呢 我們可以比喻它為學校 或者我們的城市 我們家裡也可以的 那它已經呢 在這個呢 由這本書出產的時候呢 已經是三 一百三十六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呢 八億 應該是時吧 應該是時 可能人查問題 八億年 那呢 它直徑呢 是一萬光年 很久的 是真的很久的 質量就是太陽的 一萬億倍 終身厚度呢 就是一萬光年的 那絕對是 那絕對是 20點 那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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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呢 那這裡呢 它有看過太陽 太陽就是我們在這裡的地方 看這幅圖 那這個最大的就是太陽了 然後 水星 又有金星 當然有地球 火星啊 那呢 其實排序呢 首先呢 是水星 然後是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就是這個 土星 然後呢 去天王星 再去海王星 那呢 曾經有人說呢 是有 九 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 有九大行星的 因為它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 加上榮王星 但是一開始 風學家以為它是很大的 就把它裂進去 恆星 但其實後來 發現原來它真的很小 所以九大行星 又變成八大行星 這個就是太陽體的歷史 那太陽體呢 是由一個太陽的引力 速約的天體組成的系統 包括了太陽和八大行星 就是剛剛說的這幾個 那其實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們本來看下去 明王星這麼大 然後到最後 變成這麼小 我覺得很失望 那八大行星的距離 都是由近到遠 那我剛剛也說了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草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它是有至少一百六十五礦 是二支 的衛星 還有數二一計的太陽系 小天體 那裡面的主要都是天體 有運行軌道 還有地球圍著太陽公轉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說遠一點 說遠一點 我們呢 地球的旁邊應該是有個月球 月球呢 月球呢 就會跟地球一齊 一齊那個轉 公轉 但是呢 我們地球除了在公轉之外 還會自轉 就是我們會這樣圍著它 但是我們又會轉 不是一個地方 永遠都是黑 一個永遠都是光 OMG 那所以我們也是會自轉和公轉 就是這樣 那有時候會近一點就是我們的夏天 遠一點就是冬天 它會動來一去的 好了 那呢 它呢 年齡已經有四十六億年的了 直徑呢 就有七千去到二萬千萬大圍 OMG 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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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質量就超過1.990 成多 10公斤 那移動速度呢 就是 220公里 每秒 速率 嗯 哦 這個 我們其實 不滿你雪雪糕的學校已經在教的了 真的 真的很誇張 你一秒 你一秒 走那麼多 那好了 來到最後 介紹的就是太陽 和這個有關 這個是太陽 那 太陽呢 太陽系的中心 因為大家圍著在它中間 太陽系中的八大行星 小行星 矮行星 流星 衛星 愛 許黃星 天太 和星際塵埃呢 都是圍繞太空 暈行的 那麼 星際塵埃 遲些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那我們剛剛也有講過 我們的公轉 都要為太陽來轉 那 而太陽呢 在預測中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行星 但是呢 又是行星中來地球最近的 因為我們八大行星是 是 貼著太陽呢 是第四個的 那我們會覺得它是 空中最亮的 一個 天體來的 那麼呢 它直徑呢 是地球直徑的 109倍 按體值是 1.412 10 下方公里 來的 真正是 地球的 我沒話好說 333 一多大號 0.0.0 33 3.3 3.3 3.3 我知道 水果 其實我旁邊是水果的 只不過 它 我是旁觀者 我就懶得出聲 有什麼時候我會出聲 對不對 不是呀 媽 Are you kidding me 喂 水果 水果 吹了我 快點叫我把車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 是我的天文數字 OK 我們繼續回來了 那它表面溫度是 5700 7800 我們放一隻雞蛋上 應該不用0.1秒 已經熟了 不是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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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秒 好嗎 我遲些煮東西 要去 恐怕食物還沒煮熟 我已經被消食了 好了 今次的天文介紹 就到此為止 大家拜拜